地主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我們在進行回覆或者是之後的書面回覆 那今天是105年的6月17號 那晚上是7點 那今天我們舉辦這個會議的地點 是在台北市立松山高職商業家事職業學校的會議中心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先提一下這個計畫緣起 那各位地主應該都還滿清楚的 就是因為要紓解這個台北市的這個交通運輸的一個 大眾運輸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有的捷運系統是有這個服務不足的一個地方 那希望能夠擴大這個捷運系統的這個服務範圍 那發揮這個整體的一個運輸效益 那主要的都市發展策略是TOD的一個導向 那減少這個汽機車的這個碳排放 那這個計畫從86年開始行政院核定 一直到最近的一個104年的9月呢 主要計畫也已經公告實施了 它所以開始進行這個捷運系統用地的這個取得作業 那在我們主要的這個位置呢 是在這個上山線的廣東的沿線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戰體是捷運開發區是在這個R03戰體的南側的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計畫的概要 那現在在檢報上看到這個黃色的區域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捷山用地 那主要是在這個R03車站的南側 那也系部計畫也在104年的10月22號公告實施了 那這個是整體的一個配置圖 包括它的一個捷運開發區的這個捷山基地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地級套圖的部分 我們可以威脅到這個前面的主要去動析 然後我們來自動析 有種子補充可以在這AY 確實是!